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部分可以看出很有味道的地方 关于香港 关于内地的关系 现在是另外的更暧昧的 更好玩的电影 《飞虎出征》是吗 对 关于飞虎队到哪儿去嫖娼 对 他们去澳门 澳门 你拍这种电影 会不会担心有一定的舆论风险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吧 因为对我来说电影是娱乐 我觉得我没有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观众 因为这个是三集电影 18岁以下是不能看 18岁以上我们要相信 其实他们受过教育 其实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娱乐 我们拍好像我们拍一个杀人的电影 我不会鼓励你去杀人 你要是你看完这个电影 你去杀人 你本身就是有问题 你看不看这个电影 你其实最后也无杀人 我觉得 所以说你不像其他香港的导演 那么一样 对大陆那么爱拍大陆片 是吧 是不是因为大陆没有三集片 我觉得其实我不抗拒去拍 赖迪的河帕片 我觉得赖迪的河帕片 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 没有分级季豆 你最后所有的内地的观众 都要陪小孩一起看电影 小孩能看的电影 我们才能在电影院里面看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 是 好像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去大陆干活 捆手捆脚 很多事情 你这个不能自由的去拍电影 在香港拍电影相比之下 你自由 可是呢 市场小 对 因为其实一直说了好多年 好像有些时候港电局 找我们向导演上去聊天 问问我们的意见 我也经常提出这个 这个三集的制度 其实你有这个制度 就好多电影都可以拍 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是说 每一个电影都要拍一些 跟政治敏感这种电影 不一定 但是好像鬼片 鬼片 恐怖片 惊悚片 然后动作片 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些动作片 我们都其实 其实是主流电影 我们现在是楼外在拍 我们华语电影已经没发展出来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拍 不能拍这种东西 不重要 但是哈利文的电影 来到中国去放映 他们里面 我刚才说的东西全都有 全都有 我们现在就不在一个同 因为港电局的官员领导找我们去谈 说怎么去帮忙华语电影 在飘房北历上去迎到这个荷利文 去对抗这个荷利文的大片 我说大家都不在同一条旗袍线上面 他什么都能弄 我们什么都不能弄 这个是最大问题 这个是问题的来源在这里 他们老说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是不是跟这么两个有关系 一个就是你像我们大陆的这个管宣传的 我们好像脑子里还有一种是什么 因为这个电影总觉得是引导人民的 就是比如说你说能不能拍好像这个肉谱团 那么你拍了肉谱团就意味着 我政府允许你拍这个意象在色情的东西 而我们本来是应该引导你积极向上的光明的 对吗 好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三级了 那就是有法可依了 有法可依之后啊 很多时候法上面没说的事情 他就不好管了 你比如说有些中国的事情很微妙很复杂 好比说你拍一个中国出现了恐怖分子的电影 那么你要分级的话 没什么不可以拍 好莱坞为了拍 但是也许对中国现在的这个安全形势来说 他会觉得你不可以拍一个恐怖分子到北京制造爆炸 不管你怎么拍 哪怕最后公安把它破获了 你好像不能允许你拍这种东西 没有 可是后面那个理由我觉得很好解决的 因为就算他分得及 你可以拍恐怖分子 他还是有法规可以来告诉你 你不能拍的那么恐怖 血不能流太多 子弹不能太多 但是你这个就是没有分级的 没有他分的级还是像美国一样的 你分的级还是有你到了某个地步 你不能的 他还是会有投诉的制度 但是他刚才说的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 我们中国电影现在中国政府就接受不了 我们好像我们拍一个恐怖分子在北京 对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接受不了 这种东西其实可以是一个娱乐电影 它跟真实北京有没有恐怖分子是没关系 完全是没关系 你要是你做一个机构 你要是对国民有顺心 你觉得大家能分得开这个娱乐跟真实世界的东西 其实没所谓 你看美国电影都是白宫 白宫都被恐怖分子攻击了 其实没有美国人会觉得 哎呀真的吗 白宫真的会 对 说是韩国的朝鲜的把白宫给攻陷了 如果中国拍这么一个电影 他觉得朝鲜会提抗议的 对 影响国际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你提出这个剧本 北京港链主就会觉得 会影响跟北汉的关系 你看北汉有没有去投诉这个电影 但是事情就是 可能北汉看这个电影蛮开心的 你看我们都 北汉是准备投资给你拍 你又不准拍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有意思 如果我估计 我估计真的中国拍了这个 朝鲜还真的有可能提抗议的 美国拍你拍美 你美国就是美帝国主义 对吗 你中国的兄弟 他确实是 所以中国有中国的要说国情 所以他们老说 大陆的这个导演 其实也不要骂 就是也很了不起了 他很多东西不能拍的情况下 能有今日的这个成绩 你对今天大陆的这个市场怎么看 因为一开始他们娱乐报道 老实讲一个片子两个亿 三个亿 好像什么烂片子 六个亿出来了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也许不是电影拍的好 是不是真的现在就像是做生意一样 大陆的这个市场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 就是这个整个的票房本身就高 你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对啊 其实是现在大家都有钱 观众要找电影去看 其实对他来说 他已经是 他需求要消费 我需要消费 你找一些东西给我 要是你要很好的电影 我我肯定会去消费 要是你电影不好 只要你宣传都会 我也会付钱 要是你电影很烂 只要好多人在聊 我也真去看一看 他有多烂 现在是这样子 但为什么你觉得 你能理解大陆现在出现的这种 叫他们叫神丑现象吗 就是烂片 但是高票房 大家都去看 我觉得香港观众好像都不大会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香港也有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运作的节目厉害 其实我觉得结果跟内地电影员 能相应的电影不多 好像有一些电影 他可能口碑很不好 但是同时里面没有其他电影 他就变成唯一一个 能把所有思想上面 所有票员的钱都要取 没有其他电影吗 没有啊 他有时候国内的烂片 能打败好莱坞的电影 怎么解释 没有 你要看看每一次 内地的所谓烂片上 同其他上映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 要是有一些 是很强的远线去发行的 他把这个电影 建所有的厅 垄断嘛 垄断 其他的爱语电影都不能想 其他的爱语电影 也要玩一个礼拜想 他就是有一两个星期 完全垄断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 他怎么有这个力量呢 就是你要看看 是来一条远线去帮你去 所以现在 对于电影的 的quality 其实反正是 没有理这个发行宣传重要 在那里 其实这是好事了 我觉得先养大观众的胃口 也是很好的事 让他成为 我掏钱 买票进电影院 看电影 成为我的生活娱乐 很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无所谓嘛 但是 在形成好片机会 对对对 这种事情 其实这种票房 一直标新 这种 但是烂片也一直卖 这种东西 其实在70年代的台湾 跟80年代的香港 跟90年代的韩国 其实都发生过 这种类似的 这个思想 这种现象 对 但是观众会到某一个程度 就是突然离弃你们这种电影 就发现我被骗了好多片 大家都会掉下来 你看韩国的票房 突然地掉下来 台湾也是 香港也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很关心 观众对你的口碑 这个电影票房好不好 可能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因为同期有什么对手 但是 你可以骗一万个人争取 但是这一万个人出来 有多少人看完这个电影 是民意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对创作人 对投资方来说 其实但是现在中国是 比较不关心 这一万个人争取 有多少人民意 他更关心是 有多少个 只用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在争取 他就想尽办法去骗你争取 但是就没有想过 你出来以后 会面对怎么样 就像奶粉 就中国的这个奶粉 为什么到今天弄到这么一个 沦落的一个局面 就是当时就是 能赚钱就行嘛 能赚钱就行 但是突然 等到有一天 彻底生育丧失了的时候 到今天你觉得 救都没法救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山水有私 雅俗共上 绽放生命美感的万方一态 王武香 沿着缤纷的美学随想 领略人文关怀的洋洋大观 文化大观园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那关于中国电影市场 其实几年前 已经有人预估 这一年两年 会是一个起飞期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 我们都知道 电影院的数量 跟人口比率来说 非常不合比例的 太低 比印度还低 当然远低于美国欧洲 所以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财团 都做一件事 盖电影院 还有法力也配合 看到全中国 全中国的大型的shopping mall 香肠都叫盖 它法力规定 有商场 就要有电影院 有多少片 这个是法律 规定的吗 对 它有规定的 城市发展 等于是说 有shopping mall 就要有书店 所以我们看到 好多 奇怪 大型商场 怎么那么好 开个那么好的书店 法力规定 它也要报 报到中央去 所以经济学家说 这个叫什么 供应带动需求 供应了 有了电影院 好的电影院 北京不是有个 还是广州五星级电影院 听说跟天象人间一样 也有小姐陪着她 好像这一部分 要有寄带自备 可是说是非常漂亮 你做的来过 北京的五星级的电影院 我去过 我去过 其实很有趣 因为我在北京 我其实 我一开始搬到北京的时候 我就 就有一起 跟一个朋友去看电影院 就去一般的电影院去看 然后就是 后面有两个大妈 就一直在讲话 一直在讲话 讲话 讲话 原来讲了半个小时 我就 我就起来 卷个身 去看着她 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讲话 你只要她为我什么吗 她说 不可以 她说不可以 后来我坐下来 后来我的朋友就说 你 你刚才是用错了方法 因为你直接是 你刚才的思维是讲什么 你是从英文的思维 就来 就是 would you mind 其实你给她一个问题 他就以为你真的是在问她这个问题 他就没有 他你直接 他很简单 直接 闭嘴 你就可以了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 讲给一个老板听 那个老板说 我就推荐了那个五星级的诗园给我 对 我就介绍我去看那个诗园 真的是好像夜中围一样 在开场前有一个等候区 在课东西 在酒吧一样 有一些很漂亮的女生在交付 对对对 可以点在哪 不能点 不能点 我有想过 你会坐下来吗 没有 没有 就是给一些酒去课 然后证区 好舒服 他说也很安静 然后那个经理来跟我打交付 说老板交代了 今天就交付导演来看 导演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不错 他说 要是有兴趣也可以 扎证去我们这里就委员 会员 我说你们的票价值多少 他是380块一张票 我觉得其实蛮贵 但是也没所谓 因为舒服 我看电影就是 最讨厌就是不停的有人讲 他放什么电影 都是放经常的电影 不是自己选 我选个A片 你可以 好像是 只要是市场上面有电影 你可以包场 你自己选一个电影去放 然后我说 380块 没关系吧 只要看得舒服 我不介意 给钱 后来才知道原来 因为这个电影 专门是好多北京的有钱人 跟老板去的 原来他说 不可以这样买票 还要当委员吗 我说委员费是多少 他说 老板已经跟我交代了 你跟你太太两个人 一个人尽委就可以 我说 我说 还是你可以说说 我一分 他说十万块 还不能算到票价里面 这真高尔夫费劫 真的有钱人真的太多了 真是 可是话说回来 这个我去过那种 小型电影院看 我觉得感觉不好 因为看电影院 就跟去听音乐会一样 你又感觉现场 有人跟你一起哭一起笑 一起感动 一起流眼泪 我觉得这才好玩 我难以想象 我去看你的低俗喜剧 看你的什么飞虎出征 是一个人看你 我要听到别人在笑我才好玩 对 因为电影最好玩 是整体的一个感情的劳动 一起感觉这个东西 但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大家一起感觉 屏幕上面的东西 我说的 就是他们感觉别的东西 他们在聊别的事情 最终就特别痛苦 对 你说北京有床吧 我倒是觉得现在香港 有床电影院 我上次去 就在原方 对 也是高级的 总共只有几排位子 也是你可以包场 你可以弄一个party 包了这十几个朋友 看 都可能躺着 像床一样 结果我看 看的那个电影 看那个悲惨世界 很好看的电影 结果我睡着了 所以我觉得 太舒服了 还是不能坐得太舒服 你这样一躺 就哪怕再好看的电影 动作篇 我都会睡着 就睡着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角度正确 才能结合组装 结构稳固 才能向上发展 无限创意 丰富想象 为人类留下 恒久传承的梦想建筑 亚居乐地产 祝梦天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觉得大陆的电影人 和香港的电影人 有什么不一样 范儿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很难这样说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是 香港的电影人 是比较是 注重市场多一点 注重市场 对 我认识有一些 内地导演 他们就比较是 精神是为 讲一些艺术 艺术形态的东西 比较多吧 你在香港都被认为 是讲艺术比较多的 对 其实我蛮关注市场的 对 但是你 我真的是发现 好像坐下来讨论 就是一帮内地导演 因为我过去 签的经纪公司 是在内地 我还跟好多 内地的年轻导演 坐下来 你发现 大家讨论的东西 是永远 香港年轻导演 都不会讨论 他们讨论一些 很艺术形态的东西 艺术形态 艺术形态 跟历史政治有关系的东西 这个是在香港 我没有见过 有一次导演 最后会讨论这个东西 在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 都会讲得到 对 从中国历史影响 到现在的 西方电影的发展 最终 经常有这种讨论 其中有一个差别 香港的导演 就我知道 十个里面有八个 是从电视台出来的 都是在电视台 都是在电视台 副班出身 我们叫科班 科班 副导演 副导演 编剧 编导 而且拍电视剧出来的 整个工作的情况 这么多年来 把他们训练 往这个思路去想 很多大陆的导演 不是吗 电影院怎么出来的 但是你觉得 现在这个香港导演 很多他都要到大陆 去发展 拍和拍片 这个内心 有没有一种别扭 或者是尴尬 因为他要往上贴 他要尝试着 琢磨大陆的观众 或者大陆的文化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像那个十月围城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香港导演 他也要喊 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什么的 他就好像往上贴 这些东西 对于香港导演来说 心里适应起来难吗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最主要是 你自己对 个人历史上面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这个东西是 好像他们经常在古迹 赖地观众要什么 对 其中东西就是 其实我觉得 跟你在古迹 香港年轻观众 要什么 其实很像 就是你要是不了解他们 你古迹 永远就是 像老年人在古迹 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 香港导演 要是你没有在赖地生活 你古迹赖地观众 想看什么 这种东西 最好出来就是 赖地的观众 也不知道你拍什么 哪怕香港观众也不知道你在拍什么 你会发现最近几年的好拍片 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赖地不成功 在香港也弄得 觉得大家觉得 也丢了一枪啊 然后人家还是 你发现这些导演 曾经都是拍过 非常好看电影的人 为什么会掉成这样 就是他文化差异 他自己没法拿 拿得到一个 一个平行的一个点 那你是为谁拍电影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是为 我是为年轻观众拍的 不管香港还是大陆 我跟我 其实没关系 因为来一个地区 其实一个电影 哪怕离去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字幕司也订阅